中华民歌 中国陆军男儿绝对会热血沸腾的朗朗上口跟着哼唱 这是休斯顿荣光联谊会 今年2月24号举行的春节元宵晚会 三军军歌连番上阵 让各军种的代表现场勾搁一番 回味年轻从军时的豪迈时光 让政府拥抱起开 从着风景万有余的心 长大让政府心平整处起开 听云与风去跑过法之神 跑游吨了相同赴台台比扬币 而五月三将胸关要散 美丽的祭秀和散 荣光会这一场告别新年节庆的晚会 特别邀请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退伍军援事务组倪邦臣组长 远从华盛顿DC前来共度元宵假节 二战期间我们在派员到美国来受训 有大约58位这个先列在美国殉职 那其中有52位是埋葬在 Air Paso这个Fort Police National Cemetery 那另外5位是埋葬在 Fort Benin Mainport Cemetery 那我现在啊正在有一个计划 就做一个纪念碑 刚才卓哥也讲过的 我们今年预计在9月3号 会做一个街碑典礼 然后这边也很诚挚地 邀请我们修盛农光会的 学长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最有意义的 是这个纪念碑制作的 所有的经费的来源 都是我们全美各个农光会 大家一起掏腰包 来赞助这个一个计划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修盛农光会 也是有大力的一个赞助 这边我身为农光组的组长 所以要跟各位下午说这个 非常万分的一个感谢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是希望到时候 在9月3号的时候大家的共襄盛举 因为除了我们全美各地的 有关会的学长们会参加之外 我个人还会邀请这个美国的退伍军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当初这些先烈到美国来受训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回到中国 跟美国一起并肩作战 对抗这个日本的这个 帝国主义的一个侵略 当天会长左大为分享了过去搭乘C-130 运输机的宝贵经验 经过他一番描述 让人不由得也想搭上一次 亲身感受一下他的美好体验 他同时计划举办一次包刀旅游 带着荣光家眷回台观光 来一次家乡之旅 我有点想把休斯顿的荣光会 办一个台湾观光团 专门去退伍会的武林农场 清净农场这几个有名的景点 到时候我们跟台北的退伍会 接洽想看看他们怎么安排 晚会节目由荣幸创意工作坊 郭颖导演筹划了一系列春节节目 从新春主曲空手道表演 歌唱及小品 让与会的荣光会有家卷 把握住新春的最后一道彩虹 同时也意味着荣幸创意工作坊准备宠出江湖 为休斯顿巧剑带来更多耐人寻味的创意演出 祝你新年快乐 人人的脸上微微笑 麦糖 老年 哎 吴老师啊 新年好啊 元宵节快乐 哎 老弟 谁 元宵快乐 新年快乐 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地放光台 当天会上左大为会长 特别宣告了一段 独家介绍该会成员 空手道教练李明勋子女获奖殊荣 并当场沾演一段武术 让现场宾客大开眼界 他是Future Aggie 现代的 Aggie 念化工系 几年级 二年级 那他是空手道三短 那弟弟的这个李恒家 他是空手道二短 现在在UH 哥雷 那么他们两个从小学空手道 九岁的时候 两个人都已经达到了黑带 五啊 九岁的时候 OK 这个给大家不知道 这个不容易 这个都不容易 OK 两次的入选 AAU的空手道 国家代表队 这个真不容易 OK 这个获得了世界杯的第二名 这个休斯顿 没有人报道 我们报道 独家报道 OK 他们可以说是我们 华裔下一代的台湾之后 空手道的卡塔 就是我们在一个人练习的时候 他就要去模拟 敌人从四面八方过来 所以我们的防身素 就是在这个卡塔里面 然后你们家如果有小孩子 女孩子啊 当然学学武术 上大学的时候啊 那些男生比较不敢靠近 喜剑大家在美食佳肴前 闲话家常 寒暄问暖 并在紧张刺激的摸彩 欢乐声中 告别年节喜庆 准备回归正常生活 迎接2024的新希望 小哈哈